大家好,今天來介紹這支吞針的斧頭 這支是屬於萬用的 不管你要放流還是要雞大物還是要雞頭、雞頭、雞頭、雞頭 這個都可以 它是70號15尺4米5的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桿子 它這支自重也才460克,所以非常的輕 它就沒有標先負荷 我們來看一下它硬度 直接看乾身 它手把這裡比較特別 它有做垃圾管 然後這裡都人體工學握鎬 它這裡都有做紋路的 然後強力基座都用卷座 手把這裡也都有包垃圾管 都不用再包了 然後它珠子都是用這種斜口珠 珠子都是這種斜口珠 但是這個珠子就不是富士的 這是一般的斜口珠 有這種珠子都比較好 這支桿子本身設計就比較硬挺一點 而且它是來自於我們MIT台灣製造的桿子 桿身非常有力 我來晃一下 而且它特殊的編織磨弄手法 這種屬於比較早期的一種製程 那其實呢 村磚一直在業界啊 做這種基大物也好 或者是呢 玻璃纖維杆也好 它都非常的著名 每一間公司一定都有它的特色跟優點跟文化 那取決於我們釣手的使用手法 這支桿子的部分呢 斧頭的部分呢 一律都視訊報價 不要造成同行的一些困擾 有喜歡都會找我們聯合調區 我們都有提供配送和服務 OK